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柠檬出战选定正式揭晓 球迷振奋 正为等到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女篮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被受球迷关注的 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打响 那么在 本场比赛到来之前 中国女篮方面发布了一条新消息 那就是 中国女篮的核心大将 柠檬因为感冒发烧 那么是否能够 去战或者说了 在本场比赛中将会 打出什么样的 效果了 球迷们也非常的关聚 那么 在 早些时候 中国女篮方面 也是正式发布消息 那么教练组 通过综合考虑之后 也是 与林梦本人 商讨之后 决定在 接下来的比赛 有所保留的 派他 去场比赛 那么现在 林梦 区占全力 政治揭晓 那就是 林梦接着会 带病 参加 接下来的 比赛 很多球迷 一方面 感到振奋 另外一方面 也是 祝福 祈祷 林梦的 伤病 早点 传入 众所周知 林梦对于中国女篮的 重要程度 不隐而入 他是球队中 核心大将 也是球队的定海神圣 往往当 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林梦 都能够站出来 力挽狂难 带领球队 走出困境 获得胜利 那么因此 林梦 能够矜持 参加比赛 对于正位指导人 也终于是 等到了 也是 没有看错人 林梦 确实是一位 值得球迷 敬佩的 优秀球员 虽然说 遭入到了 发烧 生病的影响 但是 林梦 依然会 矜持 参加比赛 就是为了 能够带领球队 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接下来 迎战 澳大利亚的 关键之战 对于中国 日南而言 也会遭入很大的挑战 因为澳大利亚的 实力 也非常的强劲 因此 在这场比赛中 由林梦 发烧生病 那么在上场时间上面 可能会有所减少 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更多的队友 站出来 分担 球队的 进攻压力 只要 打去 优秀的团队配合 我们相信 中国日南 也能 战胜困难 作为球迷 我们也希望 中国日南 在接下来的比赛 能够取得 满意的成绩 同时呢 也祝福 祈祷 李梦 能够尽快的战胜 发烧生病的困扰 在 给球队带来更大的帮助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